看国际消息 卷入贪污丑闻的新加坡交通部前部长 易华人今年初被控27项罪名后 今早在国家法院加控8项新罪名 全部指向他从一家建筑商收受19000新元 或超过66000令吉的利益 但他否认有罪 法官批准他保释 易华人面控后代表律师纳文 质疑控方说法前后矛盾 易华人今年1月第一次面控时 控方表示不会加控另外9项罪名 也不曾表示日后有可能加控 今天却突然加控8项罪名 而且这些新罪名没有出现在 最初的36份警戒供词中 根据新控状 易华人涉嫌在2021年11月到2022年11月之间 收受林征建筑承包公司营运董事的利益 案情和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合同有关 易华人因此抵触刑事发展第165条文 也就是公户员不得接收贵重物品 或礼物的罪名 控方要求将此案移并提交高庭审礼 根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易华人被指收取对方多瓶威士忌等名酒 多个高尔夫球用品 以及一辆布朗登牌的脚踏车 永远不得接收贵重物品 请供这件事